以后我机器想漏水的话 把这个给它拧开 把这个拧开 里面把弹簧还有发心 这个白色发心 把这个上面面红圈看一下 看一下面红圈上面有没有颗粒啊 或者杂质堵着 有的话给它清洗一下 再这个的话 把水倒到里面这样子冲一下 把这个这个转发里面的颗粒啊 什么杂质啊 给它冲起来过后 给它粘起来就可以了